第607集 他杀人无数 该杀的不该杀的都是一刀切 本身就是一身杀念 他这一身功德之力如果要圆满 恐怕到下辈子也不可能 叶浩轩之所以如此的淡定 那就是吃准了他不敢杀自己 因为杀了自己 他再想找一个能驱动这把剑的人就难了 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叶浩轩微微一笑 云中双眼中的杀鸡越来越浓 周边的灌木丛里 一群麻雀背着冷冽的杀鸡惊起 惊慌失措地四散而逃 他双眼的杀意 能让任何一个高手心里发毛 但是叶浩轩就这样淡定地坐在他的对面 叶浩轩的适应能力很强啊 刚才他那次杀意能让叶浩轩像惊弓之鸟一样地跳起来 但是这一次叶浩轩直接无视了他的杀意 云中失措双眼中的杀意渐渐地散去 他淡淡地说 你问吧 你是不是在追求长生 叶浩轩问了一句废话 是 云中冷冷地说 一品夫人的目的是不是和你一样 叶浩轩再问 如果我们的目的不一样 我们也不会成为死对的 云中淡淡地回答 果然如此 叶浩轩喃喃地说 他接着问道 你们所谓的长生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 你们确定他的真实性 我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长生不存在 我用什么保持这样的容颜 云中淡 不妨告诉你 我和一品夫人很早就认识 我们共同发现一个古卷 上面记录有长生之法 但只是一个残片 我们照着残片上的方法修行 十年如一日 果然青春涌重 残片缺少后半部 但是隐约地指出 天机所中蕴含长生的秘密 所以我相信 长生之法 一定存在于世 原来是这样 你和一品夫人也是为了争夺天机所 之后才反目的吧 叶好轩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不错 可惜他终究是奇差一招 往他这些年 费心费力发展自己的势力 云中冷笑道 他的势力 他是不是和永生有关系 叶好轩问道 我没有听说过什么狗屁永生 云中 勿兰淡淡地说 永生原来和一品夫人没有关系 我一直认为 他就是永生组织的人 叶好轩 南南南地说 他原本认为一品夫人和永生的关系很大 曾经意想过无数个可能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品夫人竟然和永生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问题 就尽快问 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妥协 云中冷冷地说 没了 就这些问题 叶好轩摇摇头道 那就请帮我破开天机锁 云中一袖一甩 一把古朴苍月的石锁出现在石桌上 这把锁上透着一丝深沉玄傲的气息 正是之前在孤峰上见到过的天机锁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体积小了许多 你知道天机锁真正的秘密吗 叶好轩沉声道 我只知道 它里面有关于长生的秘密 云中淡淡地说 天机锁里面并无长生 叶好轩缓缓地摇摇头道 这不过是一个阴谋罢了 我保证 一旦强行破开天机锁 这个世界即将会迎来一股腥风血雨 不破开事实 你怎么知道它里面没有长生的秘密 云中反问 因为我在孤峰上 遇到过天机锁真正的主人 他就是应龙 叶好轩沉声道 当日在孤峰上 那个似梦似真的幻境 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他引原言已经明白了 关于天机锁的种种原因 当年应龙遭人陷害 被圣皇锁于孤峰之上 而与应龙两情相悦的女娃 因为应龙叛逃 之后遭圣皇麾下战将追杀 不得已舍弃一身肉身 以意识载入轮回 刺激救出应龙 他的意识就潜伏在这个世间某个人的身上 轮回往生却是没有人能找到的 天机锁就是他意识苏醒的契机 一旦天机锁破开 他就会醒来 然后聚起五块女娃石 发动轮回往生阵法 以求应龙 只是轮回往生阵法是上古的奇阵 非大威能者不能发动 而女拔轮回千年 早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神通 所以他只能借助血迹 以亿万生灵的生命陷阱 发动轮回往生阵法 以破除应龙身上的禁止 让他苏醒 所以天机锁一破 那就代表着一场危机 所以天机锁一定不能破开 我不想听你废话 云中右手徐空一抓 强大的神念骤然涌出 叶浩轩只感觉周身四处的空气 在那瞬间仿佛被凝固了一半 以他的能力 除非是神念强大他数十倍 不然是不可能轻易地锁住他的身形的 但是云中雾兰却就这样轻易地做到了 他的实力该是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恐怕传说中的先天之境 也未必有他这么强 叶浩轩体内的浩然真气疯狂地运转 他咬着牙 苦苦地在云中的神念中挣扎着 他不敢稍有松懈 因为一旦松懈 云中的神念就会轻松地将他割杀 区区玄机修为 心上有如此强的意识力 倒是我小看你了 云中冷笑一声 他的右手微微一握 比刚才强大数倍的神念向叶浩轩涌来 叶浩轩一声闷哼 猴头一甜 一股鲜血涌了上来 他心中一阵骇然 原来这个老妖婆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他就这么轻松如意地一抓 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看来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的树林之中羞一声轻响 一颗众狙瞬间极致 对着云中尸态的眉心处击取 云中左手一掌拍出一股光明的光绩 形成一个护盾 凝在他身体的一侧 那号称能打穿重型坦克的狙击弹 就这样虚浮在半空之中 再也无法向前移动一脸 众狙竟然对他无效 远处的黄渤悚悚然一惊啊 他猛地站起来 手中的众狙举起 快速地向前略行 他一步向前快速地前进 一边对着云中开枪 咻咻咻 黄渤一边快速地移动 一边向云中开枪 十几颗重狙子弹 虚浮在云中尸态的左手之前 再也无法向前移动一脸 黄渤手中的反器材狙击 竟然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已成就无上菩提之躯 区区区一杆枪 云中露兰冷笑一声 他右手一握 须浮在他右手附近的十几颗狙击弹 骤然化成了鸡粉 是吗 无上菩提之躯很厉害吗 哼 月澳天的笑声从远处传来 他的手中扛着一把榴弹发射器 这把榴弹发射器是单兵最强火力 也是华夏最新研制出来的武器 他比美国现役的四十毫米弹道发射器更大 足足有六十毫米 而且附带有自动定位系统 一旦锁定目标 那真的可以说是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叶浩轩早就听说 这云中露兰是一个狠角色 势力很强 所以他早就在周边布好了墙远 就算是他现在拥有了无上菩提之身 几轮炸下来就算是炸不死他 也够他喝一壶的 几乎是同时 半空中几架战斗机呼啸而来 悬浮在半空之中 战斗机上自带的激光质导弹 已经露出了獠牙 不过这战斗机多半也是威慑的成分居多 不可能直接发射 因为上面的激光质导弹 一旦倾泻下来 方圆树里都会成为真空地带 不过用来下下云中 雾兰也是不错的 月澳天向前猛地奔跑一段距离 实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的他 扛着这个特质的榴弹发射器 脸不红气不喘 脚步如飞 根本不像是一个老人家 他在距离十里停几十米的地方站定 然后熟练地锁定了云中雾兰的位置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云中雾兰的瞳孔一锁 只见一抹光际迅速地向他飞来 那颗六十毫米的榴弹炮来势汹汹 就算来一下无所谓 但也绝对吃不消啊 他右手衣袖一卷 在石桌上的天机锁骤然引入他的袖中 他双足微微地一点地身形虚幅 离地三尺向远处缓缓地飘了过去 叶好轩感觉周身一松 对方强大的神眼顷刻消失 他来不及喘息 猛地向亭子一边的一条小溪里扑了过去 一个猛子扎入了水中 呼 一团火光从天而起 就在叶好轩落入水中的那瞬间 他刚才所在的那个亭子被炸为亭底 叶好轩从水中钻出来 目瞪口呆地看着四散而去的硝烟 他心中愤怒 心想战神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就确定这一炮能把云中雾栏逼走 如果这个女人是个狠角色 硬扛一下榴弹炮 那刚才这一击岂不是把自己扎飞了 师傅 你就不顾我的命了吗 叶好轩欲哭无泪地说 嘿嘿嘿 我料定那个女人 绝对不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什么无上菩提之身 以现在我君的火力 还奈何不了他一个老太婆 哈哈哈哈 岳傲天哈哈大笑 叶好轩无语 他从小溪边游了上去 走到了岳傲天的跟前苦笑道 这老太婆实力很强 分分钟能秒杀了我 他不会杀你 因为他有求于你 黄渤淡淡地说了一句 老黄说得对 你的事情我也了解过一些 听起来有点玄傲 只是云中雾栏 也是成名已久的高人了 他竟然会相信这些虚无的东西 岳傲天摇摇头 然后拿出手中的一个对讲机喝道 演习结束 空中支援马上飞回基地待命 随着他一喊 半空中的两架战斗机 一个漂亮的盘旋 专身向着秘密基地飞了过去 好厉害 战斗机都叫来了 这是我好奇啊 如果战斗机下面挂着的激光质导弹 真的对着地下来一下 会有什么后果 唉 叶好轩无语地说 没有什么后果 我们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 黄渤淡淡地说 感情这是唬人的呀 叶好轩摇摇头 想起刚才云中尸态 那身鬼神莫测的实力 他都感觉到淡疼 越向前走 越是如理薄冰 现在他感觉各路妖魔鬼怪 都跑出来了 归根结底 还是自己不够强 我和云中雾兰打过交道 他是个不达目的 就不肯罢休的人 所以以后要多加小心 必要的时候 跟我联系 岳澳田沉声道 我知道 谢谢师傅 我会小心的 叶好轩点点头 美颜国际总部 萧海妹一改昔日忙碌的身影 她有些发呆地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 表情四喜四优 那种坠坠不安的表情 让人看得迷嘴 叶好轩推门而入 他一个惊挑 把手中的东西放到了办公桌上 然后定了定神 站了起来 你来了 怎么也不敲门 吓了人家一跳 我好像每次来都没有敲门吧 叶好轩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看到他的表情有些不正常 他马上猜到 萧海妹一定有事情 他一眼上办公室的门 笑隐隐地说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 没有 萧海妹脸一红 平时伶牙俐齿的他 现在说话有些结巴 看他的神情 叶好轩就清楚 一定有事情 不过他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让这个伶牙俐齿的女子 如此地坠坠不安 他握住他荣华的小手 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我 萧海妹欲言又止 他犹豫再三 然后低下头 有些欣喜 又有些不安地说 我的运势 推迟好几天了 我刚才又试着试了试 好像 有了 真的 叶好轩吓了一跳 随即有些欣喜地说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 我怕影响你 现在局势在这里摆着 处处动到不安 我怕给你添麻烦 再说了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萧海妹 见她兴奋的表情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没理由啊 如果是有了 我应该能看出来的 叶好轩眉头皱了皱 以她现在的遗述 就算是刚怀孕 也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才对 萧海妹身上并没有那种气息 她伸出手抓着萧海妹的手腕为她把脉 片刻以后她松开手道 没有 你蛮像正常 并不属于喜脉 至于你的月事推迟 跟你这几天牢里有关系 回头我给你开个方子补补就好了 没有 萧海妹不敢相信地看着叶好轩 整个人都傻了 她急急地拿出来刚刚放在办公桌上面的试纸道 这不可能 明明显示就是有了嘛 你一定弄错了 你再看看 看她激动着急的样子 叶好轩又是好笑又是心痛 她揽着萧海妹的肩膀道 不用看了 我的医术你还信不过 那东西又不是十分的准确 要不你再拿一个试试 肯定结果就不一样 原来这样 我以为我要做母亲了 萧海妹叹了一口气 神色显得无比地落寞 她把手中的试纸丢到了垃圾桶 坐到办公桌上 眼圈巍巍的发红 虽然明知道现在的局势很严峻 要孩子的话会拖累叶好轩 但是她做母亲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刚才的感觉就好像是从天堂到地狱一样的难受 让她感觉无比的失落 叶好轩巍巍巍的叹息了一声 走上前揽着萧海妹的肩膀道 妹妹 如果你真的想要 我们现在就要 不等以后了 什么局势 什么民族大义 统统见鬼去吧 不 是我有点自私 萧海妹摇摇摇头 敷在叶好轩的怀里道 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危机 我知道现在的形势 是不适合要孩子的 是我太心急了 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着想 我也要把这个想法压到一两年之后 你理解就好 叶昊宣抚着萧海妹的秀发 心中的感慨越来越多 她只恨自己现在还不够强大 否则的话一巴掌扇飞所有的敌人 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那样萧海妹就可以安心地要孩子了 可是我们上一次在一起的时候 没做措施 我算过日子 怎么还没能怀上 是不是我有问题啊 萧海妹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她有些惊恐地说 叶昊宣无语地瞪着萧海妹 然后在她的隔头轻轻一点 没好气地说 你呀 就是想得太多了 我是医生 你有没有问题我还不清楚啊 安心好了 没事的